特工片的历史久远 有的经典系列 如今仍然在不断推出新作作 比如《碟中碟》 《007》 《碟影重重》系列 但目前更多的特工片 是对经典系列的核心进行结构 进行调谎和恶搞 强调的是喜剧与动作的结合 比如《王牌特工》系列 《王牌间谍》 格林斯比 《秘密特工》 《女间谍》和《王牌保镖》 在这样的影片中 特工们不一定会表现出强大的动作能力 高科技的装备和保效的巧合 是最重要的表现手段 传统的经典特工 甚至会成为其模仿的对象 至于结果 怎么滑稽怎么来 作为传统特工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碟中碟》系列 已经完完全全 为观众属性了套路 反派注定会被主角所打扮 汤姆克鲁斯饰演的伊芬 一定会在最后一秒完成任务 还有必不可少的几个惊险镜头 跑全世界好几个大城市 加上追车戏 打斗戏 这些元素整整齐齐齐地满在两个多小时里 便组成了影片的框架 必须承认 《碟中碟》这个系列 越来越依靠伊森 《碟中碟中碟》的个人拼命秀 或者说 依靠主演 《碟中碟中碟》的特工系列电影来说 到了最新上映的《碟中碟》 全面瓦解 这样的标签丝毫不改 几乎整条故事线 都要靠伊森亨特的动作戏去推动 但不一样的是 不管是阿汤哥本人 还是从《碟中碟》 远续到这一部的导演 都冒足了这样把每场戏 乃至整部电影做到极致 动作戏的难度 加大动作戏的危险程度 加大动作戏的密度 加大 比起几年来几乎不变的电影票价 绝对的加量加量不加价 《碟中碟》 全面瓦解 在内地的上映时间 比美美的7月27日晚了整整一个月 踩在了数七棒的尾巴 8月31日才正式上映 这次毫没有影响到观众们 对这部动作剧作的期待 改片用148分钟的时间 毫无疑问的问顶近几年 最好的特工电影 《碟中碟6》没有什么独特的视听语言 也没有什么构思精妙的故事人物 但他从一开始就找出了自己的定位 要做一部真正应该在大荧幕上被看到的电影 一部观众值得专门去电影院 看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给自己留下丝毫语地 节奏分布是 阿汤哥真人表演高跳低开超难度跳散 阿汤哥厕所和样一硬汉飙漬肉搏 阿汤哥和美艳白寡妇双人双戏 窗壶刀杀重为阿汤哥 为了抢走救出的反派全巴黎 市中心玩大规模飙车 阿汤哥为了追上超人 沿着伦敦胎物色和跑酷阿汤哥 进了阻止核弹发射 甚至绳子八支声机 阿汤哥在飞机上玩特技 在阿汤哥带着一分亨特一路开怪 展示各种不可能的任务时 观众会一直发问 他到底为什么能做到这些 当一个高潮的惊环尚未散去 下一个高潮也迎着头扑过来时 观众甚至忘了自己 钻了紧紧的拳头 当片尾字幕终于滚出时 荧幕下的人们终于想起来 自己一直没有刷手机 这时候可能会拿出手机 打出这句评论 别的动作片还能怎么拍 这就是故事会被一些人 诟病老套的点中别流的 堪称标杆一样的意义 他把动作大片拔到了一个新高度 用的却不是巧妙的剪辑和高级的技术 而是最笨的方法人工拼命 挑战演员的极限 这次汤姆克鲁斯在电影中跳伞的一幕 他做到了演艺圈中的第一 第一个在电影里成功做出高跳低开跳伞黑落的演员 七千多米高空坠落 及低处打扎降落伞 这样的过程他跳了106次 没有一次使用替身 就是这样完成了电影里不到两分钟的戏份 能清晰看到头盔你的脸就是唐姆克鲁斯 也能随着空中摄影师的镜头 看出他是实实在在从几千米高空飞下来 就如阿汤哥的影片中所说的 这样的跳伞必须穿戴整套装备 在电脑语音的提示下开伞 否则你的腿不会刺穿你的脑袋 高空跳下飞机准备跳伞的阿汤哥 更为难得的是 阿汤哥跳出机舱时 还是在一个长镜头的拍摄下完成的 观众能够清晰的看到 他在飞机上做准备 助跑跳下飞机的全过程 传达出的惊险程度 愿高于在棚内绿幕里拍摄的镜头 而这场戏只发生在电影的前三分之一 距离所谓的高潮 还差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巴黎闹市区追车的戏本 也是汤姆克鲁斯亲身上的完成 能看到他在那个美丽城市多个代表建筑中间 不带头盔 不用安全装置的狂飙重型机车 他在高空中却掉在直升机下 顺着一条绳子往上爬 然后急速坠落 到飞机下方的包裹的一刻 片场的人甚至以为我们失去了汤姆 而在伦敦太悟是河边狂奔的一场戏 更是早在影片拍摄期就被泄露出 阿汤哥为了完成从一个建筑飞跃到另一个建筑顶楼的镜头 现场脚踝骨折受伤 导致剧速停工六周 表面上 这个系列电影似乎在用苦劳来博取观众的关注和好感 但实际上 他做到了好莱坞大片 本来应该做到的 创造不可能 但又和漫威超级英雄片那样 的天花乱最截然不同 虽然在其他的动作片中 早已出现过无数次相似的镜头 但从完成质量上来说 蝶中蝶流无疑是最高的那一类 他让享受到最强瞩目的超级明星 宣告自己能靠超出99%演员 能做到了的高来测试表演 将一部电影独一无二 他让动作片不靠现代手段 也能创造出这些视觉奇观 也让如今风头不在的电影院重新证明自己 只有大荧幕 才是光看电影的绝大地点 蝶中蝶分队一直是阿汤哥的重要后盾 不过在蝶中蝶六中 只有星猫佩奇饰演的班级和阿瑞姆斯饰演的露德出现 在前两部影片中大展身手 那有杰瑞米琳娜饰演的威廉并没有再度现身 取而代之的是被CIA硬塞进来的安格斯 安格斯佐和CIA局长埃莉卡都是本片的全新角色 原本班级和路德都不实战型的特工精通的都是电脑 互联偶这类的后勤保障 全小功夫的纳弱也让他们成为小组行动中的弱点 不过在叠中蝶六中 他们的动作戏份已经比前几部多了许多 近期可能的跟敌人搏斗 射击 展现出真实特工的担当 新加入了的特工安格斯 由亨利卡尔二饰演 或许是为了区别他在BC电影宇宙中的超人形象 他不仅是上浓密的虎须 还经常表现成四肢包达 头脑简单的形象 亨利和阿堂哥共同奉献了全片最具看点的搏斗片段 两人共同与自称拉克的恐怖分子在外生间里大打出手 这名拉克由中国动作指导梁梁饰演 他在1995年获得全国武术学校比萨亚军 曾是黑龙江杂技团的一员 2009年他在伦敦成立了东方艺术杂技团 他一个人把两名特工打给找不找得 即将获胜的时候 才被利贝卡尔格森饰演的伊尔沙一枪干掉 梁梁饰演的恐怖分子将两位特工逼入苦战 除了马平的男性荷尔蒙元素 各有千秋的女性角色 这精彩演出也令观众印象深刻 利贝卡再次回归 彪汉和美颜共存 得她在大荧幕上的表现多了几分灵力 从颜值到身手 从起质到着装 这位女主角都开成完美 如果说这部电影由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 那么她对角色的刻画 却是在系列中算不得长成 比如 叠中叠六中再次回归的女主角伊尔沙 利贝卡弗格森氏 对她境遇和心理的描写 还比不上她第一次亮相的叠中叠五来得更加丰富 上一次伊尔沙身在辛迪加组织现在军情六处 要完成军情六处的任务 她必须对辛迪加首领莱恩表现得忠诚 但为了重回军情六处 她又要找机会窃取辛迪加的秘密 做出违背莱恩的事 在这样的两栏下 这个角色的一切行为都显得合理又严谨 并且具备其独立性 而到了点中叠六 为了有最大的篇幅 展现艾堂哥的超男特技 压缩了一切对角色的细微刻画 伊尔沙这个人物的出场 第一就是为了杀莱恩 给伊森亨特的行动增加难度 第二就是为了阻止核弹巴射 帮着伊森亨特 完成最终的英雄行为 为了同样的原因被挤压掉的 还有这次新出场的角色 和利卡维尔扮演的特工安格斯的层次 这个在CIA部长口中垂子一样的男人 在前半段表现的一半强势一半蠢萌 身份令人怀疑 然而当他开始和CIA部长 误险伊森亨特 逐步亮出身份之后 这个人物却越来越单薄 仿佛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衬托出那场高空 中的直升机绝下有多刺激 安格斯反叛成为最终幕后黑手 是谍中谍流中的最大反转 改片将剧情反转 这一概念 发挥得极高水准 突破了一般动作片的简单粗暴 除了安格斯之外 还有搭建黑市交易平台 却最终选择跟政府合作的白管副 也有谍中谍小组和CIA之间互不信任 以此社局 本片拥有自明女性关键角色 是谍中谍系列中最多的一部 不过 对一部电影来说 它已经完成了自己最开始的使命 在一路上震撼 到所有对其包有怀疑的观众 这些问题 也就绝对趁不上毛病了 凭借紧张的故事和优秀的实拍画面 谍中谍流无疑是这几年好莱坞出品 最好看的特工电影 没有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